大家好我是祥林 那歡迎大家今天繼續來收看阿我的 極限生存實況阿 那我們就直接先進入遊戲吧 這個 進入 好的那我們上一次呢 就是從 咦是哪邊 咦這邊我現在 喔那邊 我上次的就是從 那一個地方 我的出生點阿 就是一個自願非常稀少的出生點阿 我們稍微向北 前進了這麼一點點 到了這個地方來了 然後還種了一小片的農鐵嘛 那既然我說 這一片太小片的話 那我就 先把它擴大吧 所以我現在要 一開始呢 進入這個遊戲 我就是要先當一個快樂的除草工人阿 好的我們現在收集了三十個種子阿 那 我們要做的 就是先把這三十個種子 先給他種下去阿 我們遊戲一開始就是這樣 啊 除草然後 種稻米 唉 這個是小麥 種小麥阿 這個就感覺好像有點 對不起大家了 不過 就先暫時這樣吧 我們那個木除頭已經沒了 我們先去製作一下 唉好 那我們就在他的正對面這邊吧 對稱的環境嘛 我們在這邊弄一個小麥田 這樣子 再填起來好了 唉 唉 唉好 我們終於 中了這麼兩小片的這個 小麥田阿 應該是對我們有幫助的吧 絕對是有幫助的 只是說 嗯 我們現在還在露宿街頭的話 我們最好是趕快去這附近呢 先去看一下 越過這一座山頭之後 看看對面有什麼東西吧 總不能一直在這邊露宿街頭吧 或者是我們可以在這邊 噢 我們只要把這個清掉之後 這裡就可以 蓋一個家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只要把這邊打平之後 就可以蓋一個家了 然後 農田又可以在這邊 那這裡是還算不錯啦 雖然說 這個水嘛 水他在這個 要怎麼說 中醫嗎 中醫裡面還是什麼 他水的水性是屬於陰寒的 呃 這就代表 好 如果你家附近的水 如果太多的話 其實 容易生病啊 不過這個 在水旁邊建的 建造的這種建築啊 他也是有他的那個 建築方式 可以避開這種水器的 那 呃 我們先去那個礦坑吧 這個礦坑我們先走過來 那 我的標記在這裡 那我的洞口是在哪裡 在這裡 欸 不對不對不對 那個家的方向好像還沒有那個 沒有一個標記 不過應該還蠻清楚的啊 好 我們就下去這個礦坑吧 我好像已經聽到殭屍的聲音 欸 是小白 是小白的聲音 不對 這個是殭屍的聲音啊 所以有小白又有殭屍 欸 好吧 我先把火把拿在手上 然後 欸 他怎麼不見了 喔 來了 原來殭屍在下面 那小白也是在下面 在這邊偷襲吧 欸 後退 趁 小白他應該會想要靠近我 然後他就會被卡住 我就可以偷襲他 哎呀 而且他還會去射殭屍欸 這是怎麼回事 欸 他死了 他就在 對付這個 殭屍 有了 太好了 欸 下面怎麼還有小白 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 那 欸 欸 太好了 欸呀 欸呀 這個好像 真的很難接近他啊 喔 終於 把他給解決了 那 欸 這裡 這裡的話我們要電一下 這個火把的位置要改一下 這個 我們從那邊進來的話 還是把火把插在右邊吧 這個我個人是右撇子啊 就是 進洞穴的時候火把 只插一邊嘛 不容易迷路的話 要這樣做 那 我的是右撇子的話 我就習慣就是插右邊啊 那這邊的煤礦 我就先給他挖一挖吧 好 我們繼續 前進吧 欸 要往下還是往這邊 往這邊好了 那這邊又有煤礦了 插火把 然後一樣 先挖 先挖煤礦 也許挖完煤礦之後下面會出現鐵礦嗎 哈哈 那麼上一次有說到 上一次的節目嗎 我們有說到說 那個 四個神獸 欸這邊這個怎麼會有這個 這有生怪磚啊 是欸 封起來 可是 哎呀我的火把不夠 火把不該怎麼辦 泥土封嗎 這樣可以封得起來嗎 我不知道欸 就先這樣子吧 欸有附魔書 也有麵包欸 太好了 食物都有了 火藥 鐵錠跟鞍 欸我們有鞍了 太好了 然後小麥這邊也有了鐵桶 都拿了吧 這個收穫感覺上 還是不錯的啦 要求就不要太多了吧 那我沒有火把了 我怎麼會在沒有火把的情況之下 就外出了呢 這個真是太說不過去 好我又有火把了 那說到那個 哎呀 四個神獸啊 這個四個神獸 其實 古人一般在看天空的28個星秀的時候 是看不出那個什麼顏色的 那為什麼又會有什麼白虎啊 青龍啊這種有顏色的狀況出現呢 那玄武的玄 就是黑嘛 為什麼會有這個顏色的出現呢 其實這個顏色的出現是根據 去中國的地理環境而定的啦 所以說 它其實也算是一種 欸 這裡又沒有路了 它就算是一種風水了啦 所以也很多人都會拿這種 呃 四個神獸啊來看這個風水嘛 那為什麼會說這個四個神獸可以看風水呢 呃 應該說它的顏色 為什麼它的顏色會是說 是用中國的這個地理環境來那個看的呢 我們首先來說西方的白虎吧 那西方的白虎嘛 白色白色指的其實就是金屬 那在中國的西部啊 一般古時候的人早期 古時候的人認為 西部呢 金那個金屬礦物會比較多啊 所以 它在就是西邊就是代表的這個 白色的金屬 所以就用白色 那在東邊呢是青色也就是青龍 那東邊為什麼是青色呢 欸這邊的話往下面走的話還是往外邊 欸我聽到小黑了 我們往前走吧 那東方為什麼會是青色呢 欸因為東方是那個太陽起來的地方嘛 所以 這個樹木啊 就比較容易生長 那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嘛 樹木長青嘛 所以代表 木頭的就是這個所謂的青色 比如說東方就會是青色 然後再配上東方的那個神獸龍 就這麼出現了這麼一個青龍 那南方是豬雀 南方為什麼是紅色的呢 豬色就是紅色 那 因為啊 這個南方大家都知道南方是很熱的嘛 所以呢 熱就讓它想到火這種東西 所以呢 南方就是火 那比較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大概就是 北方了 北方呢 欸這邊怎麼又是一條死路 北方是這個玄武 那 北方為什麼會是說是黑色呢 那這個很多很多人都有他的自己的說法 這種 說法都不太一樣 那麼 有的人是說啊 這邊我已經沒有泥土了 有人是說啊 因為北方 非常寒冷 所以北方是所謂的死極之地 欸 這麼又是一條死路 那 死極之地的話 那大家會想到當然就是所謂的黑色嘛 那苦力怕 嗯 我實踐也快壞了 好吧 就讓他在那邊爆炸 反正炸不到我 死極之地 基本上大家就是一定會想到這些黑色嘛 那 另外又一種說法是說 是水的關係 因為北方是這個水 欸 這邊被他炸出來 那北方為什麼是代表水呢 因為啊 北方大家都知道北方一直在下雪嘛 可是雪是白色的 但是 古時候的人好像並不是這麼看的 因為他們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雪啊 古時候的人就知道說他們都是水份嘛 那水又為什麼會是黑色的呢 那這個說法又有很多種啊 有一種說法呢 是從這個 中醫的角度來看 由中醫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 人體內部啊 這邊 好進去 這個人體內部 這個排除水份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腎臟 那 當你的腎臟不好的時候 你的臉色會發黑啊 所以 大家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看一下自己臉色有沒有發黑啊 就知道自己腎臟好不好 那 所以說這個腎臟會發黑的話 就是用黑來代表這個水啊 那另外又有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 水呢 它在海是很深的嘛 那在海的深處呢 是沒有任何的光線 所以它是很黑的 那 我也不知道到底 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啊 反正 也許每種說法都正確 所以它才剛剛好就 用了黑色這麼一個顏色來代表吧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死極之地 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代表吧 死亡嘛 大家總是真的都是會想到那個 黑色的 而且啊這個 烏龜啊 烏龜 烏龜都很長壽嘛 所以呢 這個古人啊 古人就很喜歡使用烏龜來做占卜 為什麼要請他們做占卜呢 古人的占卜啊 通常都是去詢問那種 已經過世的老祖先啊 因為 他們也怎麼樣都活了比較久嘛 再加上 古人又相信那種有靈魂的存在的話 那 古人雖然是死掉了 可是他的靈魂還是存在這個世界上的 那他就是一直在不斷的還在學習啊 所以他的知識以及智慧呢 當然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所以任何事情碰到麻煩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當然就是去問祖先 那烏龜因為他非常長壽 所以呢 古時候人就覺得起 就在想啊 這個烏龜啊 他是不是能夠通往冥界啊 因為他都能夠通往冥界的關係出來 所以他才特別常壽 那 他可以通往冥界的話就代表說 這個烏龜呢 他是可以那個 跟那個冥界的祖先溝通的 欸我這邊身上的東西滿的 沒有用的東西的話 都很有用 木服 給掉 那這個烏龜啊 他能夠通往冥界 所以 古時候人就希望能夠藉由這個烏龜呢 然後 去跟那個 冥界的老祖先問答案吧 問完之後再回來這樣 告訴我們這樣 所以就所謂的龜譜出現啊 那 欸 欸 小白 欸 好 那 我個人 是有看過的那種 用烏龜的龜殼來做占卜的東西 就是 像那種 一金占卜啊 用八卦 八卦在占卜的時候 他們會把那個 銅錢啊 他們會把那個銅錢呢 放在那個 欸 先做一下吧 木炭 欸 在幹什麼 欸 像這樣 然後 可以了 他們會把那個銅錢 放在那個 龜殼裡面 然後 再把它灑出來嘛 那基本上都是放三個銅錢 然後 三個銅錢 放進去之後呢 然後再 用一定的技巧 把它拋出來 差不多像這樣子吧 拋出來之後會像這樣子 然後 它就會排列 前 前面 中間跟後面 會排列出一個形狀 然後 排列出那個形狀之後呢 他們在那個 他們在把它給 畫嘛 畫那個 羊瑤或者是 陰瑤這種東西 那 嗯 等一下出去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一下吧 比較好那個 排列 因為這個礦坑 我們看來已經探索完了 這個礦坑 我們又把一個礦坑 給探索完了 欸 好 原來我們還沒有探索完 這麼多鐵礦怎麼可以忘記呢 欸 太高了 嗯 那要墊一下土塊 土塊只要一個 隨時要再去 挖一些土塊 唉唷 唉唷 出口的話 是在這邊 反正是下面是不是可以下去 欸對 這邊還可以進去 不過裡面什麼也沒有 而且我的肚子餓了 我的肚子餓了 我居然現在才發現啊 這個 太不應該了 剛剛講太多廢話 這是對我的懲罰嗎 好吧 出去了 太陽還沒下山欸 太好了 好吧 那這個礦坑又是 看來又是一個 沒什麼礦坑呢 還是說這邊 我是不是探索過了 對啊 都有插過火把 啊 對啦 我不是墊圖塊了 那就 走了吧 啊 這個 這個光線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 欸 等一下 那邊有小白 還有兩隻 我身上骨頭有七個 我要不要去挑戰那邊的小白 欸 我的石劍跟我的木劍 都帶在身上吧 備用一下 然後看能不能把小白吸引過來 欸 他 他射我了 欸 那邊怎麼還有一隻 然後他不肯過來 欸 這是怎麼回事啊 欸 這隻小白去哪裡了 欸在這裡 他躲起來了 想騙我 騙不了我的 你騙不了我 那 骨頭 這邊的話 這邊下去 我聽到蜘蛛的聲音啊 不知道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這邊好像 啊在下面 欸欸 為什麼掉下來了 哎呀 這個危險了 喔好險 我的武器剛好都壞光光了 趕快走 趕快走 哇 這個樣子 哪邊還有鐵礦 趕快走 不管了不管了 什麼都不管了 現在 趕快走是 最最要緊的 他好像就是 他好像一直卡在水裡了吧 不要管他們了 哇 哇 這一個 啊是那個方向 好像又差一點 果然還是要做標記啊 那這回程在路上 就 路上打一打吧 看能不能挖到 多一點種子 剛剛面包一個補兩格半的那個 寶石路嗎 欸小雞雞 啊對我手上拿著種子 他會衝過來 好了我拿著石鎬 你不要再過來 我拿火把好了 咦是這個方向嗎 應該是了吧 咦 呀 難不成我迷路了嗎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呢 咦 我想一下 嗯 我們是往東邊過來的 哦哦對在那邊 終於是找到了 那我們身上的種子 剛好可以 把它種下去 還可以再種 就 這邊吧 欸小雞雞衝過來了 衝下去 好的 然後我們的骨頭 嘿嘿 我們有30個骨粉啊 嘿 嘿 嘿 快快長大 還是要讓他們全部都成熟算了 全部讓他們成熟好 可以盡快的嘛 盡快的獲得一些糧食 之後我們可以趕快 趕快的往更遠一點的地方去探索 不然這個感覺進度實在很落後啊 太不應該了 好 通通通通都給我 生長起來吧 好了 現在骨粉也全部都用光光了 被採收了 啊這個還沒有成熟耶 怎麼會這樣 呀 哦 欸 這樣好奇怪啊 我是不是 我拿到的種子還沒有就還沒有那個多啊 還沒有我打掉的多 嗯 雖然不管了 那 我先用食材吧 我先補一些 先挖一些土啊 好的 那麼剛剛說到那個烏龜的占譜嘛 他們就是會 所以 先 像這樣丟 差不多像這樣嘛 然後銅錢這樣子一丟之後他就會 有前後 前中後三個這種排列嘛 三個銅錢這樣排列的方式 那 假如說 最下面的這一個啊 他如果是 他如果是反面的話 那就是代表一個鷹 鷹的話就是像這樣子的話 兩個短線 然後中間空格再一個長線 然後 如果中間那個硬幣呢 他是 陽的話 也就是 硬幣是正面就代表陽 那他就會排列成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一陽 然後 在上面那個落銅錢 他又是所謂的 陰的話 也就是反面 他就會化成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一個 八卦的單卦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是 這是一個砍卦 這個有一個口訣嘛 砍中滿 砍中滿的話就是一個砍卦 那這個砍卦呢 是代表我們自然界中的東西啊 他代表是一個水 那大家可以那個 想像一下如果中間這一條是一個波浪的話 那這三條都是一個波浪形狀 然後我們的水呢 就常常 就是在畫圖的時候 會把中間這個給斷掉 所以 這就是一個八卦 的那個單卦 那這是一個 砍卦 然後呢 他們就會繼續再丟啦 再把那個銅錢再丟一次 又出現一個 又出現一個單卦 那那個單卦的時候 再按照這個方式 再往上面排列 那這樣兩個單卦組成起來 是一個重卦之後呢 他們就用這個掛像啊 然後來添加占卜算命這樣 那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算命這個東西 是不是一個 迷信的東西吧 其實 其實我個人覺得啊 占卜是一種 很科學的東西啊 因為占卜嘛 這種東西 他還是依照人心為基礎的嘛 那這個 也許吧 也許有空的時候 我們就下一次 下一次的節目再說了吧 那我們 這一次的節目也 時間好像 有看起來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呢 終於是把那個礦坑 給探索完了 然後 我們又開可能一個 比較大片的農田 然後 我們也 得到不少的 那個 骨粉 骨頭才對 然後用骨粉製作出 把這些小麥都成長之後 我們先把它拿去製作成那個 麵包吧 再來就是說 有很多 有大大就在跟我說 我有找到這個甘蔗 可是 我的甘蔗是不是放在那邊啊 我有點忘記了 現在太陽也快下山了 我現在也不想要回去那邊拿了 那 還有就是說 南瓜 我就先把它種一下 這個到時候可以用來製作成這個 南瓜派的 所以 也是食物的來源之一啊 那我們就把它 先種一下吧 那就 種在這裡吧 雞蛋 八個啊 八個都種了吧 六 七 可惡 好 我們南瓜也都種好了之後 我們食物的來源 到底還需不需要擔心呢 也許是不一定了吧 呵呵 現在 現在 這個太陽 從 西方下去 從東邊升起來 可能這邊就是擋 不知道吧 嗯 不曉得會不會影響我的 小麥的成長 可是我這個是不是成熟了 好像是耶 果然是成熟 撞一下 這個應該也成熟 對 好 那現在 天色也黑了 就先 把小麥先製作成 麵包吧 然後 我們現在有十個麵包啦 還有附魔書 好 那麼我們也到了晚上了 那我想我們 這一期就先到這裡吧 呵呵 好像 有講了一些廢話 不過 我想 這每個人的風格嗎 也這樣子我也不知不覺 時間就過得非常的快速啊 就到了我原本說的時間 一次的影片時間嗎 大概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欸 我好像聽到小黑的聲音了 那 那 那不管怎麼說 我還是先睡好了啦 這個小黑的聲音一出來 真的是很恐怖 好 果然那邊有兩隻小黑 就在我的眼前 那我們不要往那邊看了 那我們 這一期的節目啊 就先到這裡啦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掰掰